像爸爸媽媽應該有過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歐美的孩子 他們可能下午4點就下課 然後四處爬爬燥 然後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我們的孩子呢 6點 7點 8點才下課 然後甚至回家還要繼續讀書 讀到晚上9點 10點 甚至11 12點 有些還讀到凌晨 2點 那我們這麼勤奮 他們這麼懶惰 為什麼整個世界的龍頭是由他們佔領 我們好像是在做小他們在做大 問題出在哪裡 那或者是很多人可能有過類似這樣的經驗 就是我在國內已經是非常 數一數二非常頂尖的人 可是我申請到國外的學校之後 坐在課堂裡面 我突然間發現我什麼都不是 怎麼整個課堂裡面一大堆人 都屬於天才型的 然後我突然間覺得 我好像怎麼努力永遠都贏不過他們 他們在反應上 他們在思考上 他們在對答上 很明顯就是比我們又高出一層 那這樣子的問題是出在哪裡 對 那我想這是很多爸媽的疑惑 那我還可以再丟出第三個 我們看到很多頂尖 數一數二在我們國內已經是 很Top的人 譬如說他就是一個 非常厲害的醫學專家 或是他是一個 非常厲害的化學博士 他拿到一個禮遇很厲害 我們就覺得這個人真的超厲害 真的是不得了 頂尖了 可是為什麼我們在各式各樣的媒體 或是朋友 我們就聽到很多外國會有這樣的例子 就是他不但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足球迷信 他甚至還去做導演 而且拍出來片子還不錯 他可能已經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化學博士了 結果他小提琴在業餘的表現上 也都是一直得獎的 為什麼他們的人才教出來 用比較短的時間 可是卻一直拿到比較好的表現 然後一直占據比較龍頭的位置 甚至可以出現多領域的 從一個人身上竟然有多樣子的優勢 好像老天爺把全部的好處 天賦通都放到他身上 我們要非常非常努力 非常非常努力 努力到極點 然後可能可以拼到一個 一個位置的頂尖 然後沒有 對我就是在這位置很頂尖 其他部分我都不會 難道是說他們的種族基因 先天比我們優秀嗎 我們的種族就在基因上 就是有劣勢有弱勢 我們就是在注定就會比人家差 我想這疑惑應該不是我現在說而已 我想很多人心裡 可能有這個問號 對但我現在要很直接告訴爸爸媽媽 其實完全不是這樣 其實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關鍵 就在於孩子的幼兒期